好,開始了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是就著新宿專員廣署 今早早的主動調查公布 作出一個回應 主要就著關於私人船隻的系客安排 作出一個主動調查報告 我自己一直都很留意有關的事情 在我選區,我的南區區議會 利東區的選區也有船廠 以及一些泊位的問題出現 我們都見到近這幾年 就著船的泊位是相當之功不應求 而海事處的管理是相當之混亂 我必須要強調的是 申訴專員公署發現的問題 我們覺得是遠遠不止 是遠遠地有更加嚴重的問題出現 這次我當然很歡迎 申訴專員做這個調查 但我們發覺有幾個問題出現 包括了其中有一段 他回應關於船廠 非法拍攝一些遊艇 收租逃離 這是明顯違反了地政總署的 短期租約要求 他們的短期租約要求 本身只是規定了 船廠是做船隻的修理 而不是做收租的 但是我們在我們的理解裡 就有很多的船廠 是拿出來給他們拍遊艇再收租 而收租的利潤 明顯是高於他平日去做收船的 我這裡有一幅圖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這幅圖 這幅就是在鴨利州海旁 其中的船廠出現的問題 我必須要強調 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大家看看我們這裡是短期租約 大約租了一塊地出去 給別人做船廠的修理用途 本身運輸及房屋局 在政策的制定裏面都說 我做短期租約 只是做船隻的維修 而不是好像這幅圖 大家看到 是全部靚車 全部是賣跑車 完全是脫離了修理船隻的用途 第二 大家看到外面這些是游艇來的 他們有人在這個船廠 本來是做維修的 就去賣游艇 拍游艇 全部是做一些不同 地政總署本身要求的賺錢行為 所以我們覺得 那個情況是相當嚴重 我們看到這次申訴專員的報告 裡面有提出幾件事 他質疑地政總署 是不是有足夠的管理船廠用途的專業知識 他這裡是有幾個問題 我之前曾經在立法會的口頭質詢 問過地政總署 問他怎樣管理船廠 我就問他 你怎樣知道他有沒有違反用途呢 他就說我發信 我給那些船廠 就問他們有沒有違反用途 那他們回覆給我聽 沒有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你是船廠 你都懂得回覆 沒有東西了 是不是 根本 你叫人家主動回覆 說你有問題 難道別人回覆你有問題嗎 那他就說 十六間船廠 以我鴨利洲海旁道為例 他就說有七間回覆回來 就好像是違規 但是我們還在整理資料 就還未執法 這個還未執法 是很多年了 由2012年 運輸及房屋局檢討 那一個地方 是不是應該繼續適合造船廠 他們說有需要做修理船隻 結果這麼多年來 犯觸這麼多年 規都沒有做執法行動 明顯就是他們的措施有問題 也都在今次的 申訴專員工處調查裡面 引證這一點 申訴專員說 這種做法是沒有專業知識 剛剛說了 亦都是說了 處方主動去順民的方法 沒有辦法確保租戶 遵守租約條款 這些不遵守租約條款 多不勝訴 賣車的也有 拍船的也有 拿去宵夜吃的也有 什麼都有 所以這個問題我相信是 遠超我們可以想像的程度 還有一點我必須要在這裡說 今年一月 城規會就著都會規劃 小組委員會審議其中一塊 船廠用地的續租 規劃處就引述過警方 和運輸處的意見 他就說 在外面泊車 或者是附近的居民 都對於這些不覺得有負面影響 亦都沒有去把那些問題點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牽制派動全身 就是說 當我們沒有 當海事處 繼續去執法不力 而運輸求火局 亦都盲目地給予政策支持 到頭來你連城規會審一塊地方 新租出去 都是沒有辦法正視問題 所以我期望 經過今天 這個新造資源公署的主動調查 是能夠擇承海事處和地形總處 審核那些地方 有沒有非法拿出去租來給遊艇 不合乎短期租來的用途 這是很重要的 而同時也要檢討我們 一些海旁 幾個避風塘裡面的拍位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更加妥事管理 我必須要強調 這些地方是有限資源 不是無限任客的 也是相當之緊張 如果我們的政府 沒有一個有效規管 我相信這些問題 只會衝突越來越強 也都矛盾越來越大 麻煩 有沒有提問 問題是說 您提問你們提問 agrade到有效理論 剛才有的吧 還要看 是人 Canal 也沒有解決市場 原來的公司和房屋已經有名的 例如,他們有些人用的屍屋去燒烤 他們要賣這些屍屋 他們不是為了補充 你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一些屍屋也要賣一些屍屋 which is totally not related to the repairing of the ships and yards so I mean we can see that the poor management by the lands department has already created a lot of problems around at least in my constituency up Lake Charles Paya Road also you can see that those management has already affected those spaces for the yacht boats and the ships to park around around there those spaces are insufficient to provide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much more better regulations on these measurements so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a similar problem being roused out there 想問一下,其實現在那個申訴專員就說 不少人用碳位不足 可能以26倍的價值和分租 那這方面你又覺得情況很嚴重 還有是不是都同意海自主建議和修例的地方 我想修例是可以探討的方向來的 特別是罰則 你在申訴專員的調查 你都看到根本現在的規則是沒有了客力的 例如說他講到有些人拿一些浮泡去霸位 本身他講那個被風堂做例子 就說我們有些浮泡放在那裡 然後就給別人去租 然後租金也有你所講的 各種的收租方法都有 其實如果我們的政府有一個好的租任制度 也都是就住被風堂的拍位 有一個清晰的管理 你是不應該被一些人拿來收租徒利 而且是不知道他收多少租的 你不知道他收多少租 那你本身的公共資源 你就被別人實際地私有化拿來賺錢 這個明顯不符合我們對於管理海洋 以及納粹人的期望 同樣道理 在船廠也是一樣 有人拿來名義上去整船 實際上是去收租的 你又不知道他收多少租的 那你短期租約 收的租有多大程度反映市值呢 這個情況 如果不經過一個修例 不經過檢討法則 我相信是缺乏了客力的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